我有遇到過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那時候我還是高中生 因為高中生 我那時候我都會騎腳踏車上學 就是穿短裙 因為制服就是短裙 然後那天 因為我知道我通常上學前 我會先去網咖打個網咖 所以我很早就出門 上學前去打網咖 也新生態的也是滿滿的 什麼意思 不是 因為我家沒有網路你知道嗎 所以我通常我會 趕快上學之前 我會先去網咖 去收信什麼之類的 回留言板 聊聊天 所以我就很早 大概可能才五點 我就會出發囉 然後我就在那邊騎腳踏車 對 像有個人 他有個 有個阿伯 應該是中年人 他還是騎腳踏車 然後我就騎一騎 他就看到我了 我覺得很明顯他在看我之後 騎一騎一騎 我就忽然覺得 後面感覺好像有人在附近 結果我就騎一騎往後看 你知道那阿伯 他是這樣可能原本這樣騎一騎 然後看到他就咻 就跟到我後面了 他就開始跟在我後面騎了 然後我原本想說 那他應該也只是 剛好跟的吧 我想說OK好 那沒關係 我來試探看看 就原本不是騎一騎 我就往對象騎 我騎到對象之後 他也跟著我騎到對象 我說講 他就是在跟蹤我 一大清早的 但是偏偏 因為我停腳踏車的位置 是郵局的騎樓 然後我到那邊之後 我就停了 我要趕快看一看 停了之後 我要趕快要鎖車 結果你知道 那個中年人 他看到我停了 他不是跟到我後面 他也立刻停 他以最快的速度趕快下車 我還在這邊鎖車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後面 他就已經站在我後面了 要摸我的男的 他已經吐到你了 他 你知道有多卡你知道嗎 因為旁邊有其他的摩托車 那個騎樓停了超多車的 要不要摸 對 有多卡就有多卡 他已經這樣 一摸 那你怎麼辦 因為我一摸我就覺得 我就看他 他完全沒有說 嚇死了或幹嘛的 他就是 他也沒有跑走 然後就是那種 還在享受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 手也沒有伸回來 沒有 因為真的很早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雖然是大馬路 但是路上沒有人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不為所動 我看到 我也嚇到 我就趕快撞開他之後 因為我是停在那個 郵局的旗樓 我就趕快趕快走 郵局的旗樓旁邊 就是他們那個 郵局大樓 會有車子經過 所以他有一個警衛室 我就立刻敲那個鐵刷說 伯伯救我 好危險喔 然後我在那邊敲 那個人他 他不就跟著我很緊嗎 他看到我在那邊敲 他就趕快 趕快看一看 趕快走掉 但其實那個警衛室 伯伯根本還沒來 但你是不是先嚇他 就先喊先贏這樣 對 所以趕快 伯伯救我 超可怕的耶